HELLO 大家好我是艾克 昨天任天堂的直面會 實在太太多內容可以講啦 剛開場就宣布了一個新的瑪莉兄弟 而且竟然可以同時操縱兩兄弟進行冒險 這次的遊戲名稱叫做瑪莉歐河路易吉 兄弟情星 風格和之前的奧德賽銀河有蠻大的不同 是以美慢的風格呈現 玩家將同時使用瑪莉歐河路易吉 在這個全新的3D世界中探索 一起突破各種機關啊 像是敲敲板、盾牆跳之類的 戰鬥方式是之前的RPG回合制模式 像之前的紙片瑪莉歐一樣 玩家需要按下特定按鈕 來打出更高傷害或躲避技能 目前看下來是覺得動作還蠻帥的 有什麼踢龜殼啊 然後聯合一起用錘子之類的 不過我自己還是希望能夠多一點自由探索的部分 那本作預計的上市時間是今年的11月7號 喜歡玩瑪莉歐或是RPG的玩家還請不要錯過 第二款東奇剛回歸HD 是2010年在Wii上面推出的一款遊戲 那這次的主要是重製版 以2D橫向卷軸的方式跟弟弟剛一起冒險 關卡中會有很多藤蔓、木桶和礦車之類的機關可以使用 千萬不要覺得跟預告片看起來一樣容易 我之前在玩的時候都會差一點點距離碰到 然後就掉下去重新開始了 不過這遊戲最難的地方還是在收集KONG四個英文字母 會讓整個遊戲的難度大幅提升 尤其是死在同個地方一直吃不到某個英文字母的時候 那本作是有雙人模式的 所以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們一起增進友誼 就需要玩這個遊戲啊 那總共可以有80個關卡可以遊玩 目前上市時間是訂在明年的1月16 推薦沒有玩過的玩家可以嘗試看看這款遊戲 第三款Mario派對空前盛會 直播當下看到的時候真的蠻驚訝的 沒想到會在這時候推出新的派對遊戲 那本作呢總共有5張新的地圖 和2張移植的舊地圖 所以加起來是7張 那新的地圖像是庫巴的城堡 然後還有利寶寶的島嶼 但是比較特別的應該是賽道這張 因為玩家會搭著賽車移動 然後道具還有可以骰4顆骰子 感覺很容易超過別人拿到星星啊 而小遊戲的數量又打破上一代超級巨星的紀錄 是收入最多小遊戲的派對 總共超過110種可以遊玩 那一樣會有需要使用揪一看揮動、傾斜、旋轉的關卡出現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這類型的遊戲 因為玩到後面大家的動作都會超級大 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朋友 但是又想要一起同樂的話 沒關係 在這次的線上版中 總共可以20個人一起遊玩 今年10月17就準備好跟大家一起同樂吧 第四款薩爾達傳說智慧的在線 全新的薩爾達系列作 遊戲風格就是採用重製版的芝夢島 日高片一開始林克就擊敗了BOSS 沒想到BOSS遺落的武器卻開啟了神秘裂縫 在林克被吞幕的前一秒 即使用弓箭把公主的封印給解除 不過裂縫卻仍然吞噬著世界各處 於是在本作中 玩家將不在扮演林克 而是扮演薩爾達來拯救海拉魯國度 透過神秘小精靈踹的能力 公主學會了新的技能 這個能力就叫做Echo 也就是本作的核心 學習方式就是走到物體前面按下學習 接著它就會出現在你的物體清單裡面 一旦學習完畢 薩爾達就可以通過法杖的力量 輕鬆的重現這個東西 玩家可以依照目前情況 製作所需的東西 看到這個UI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王國之類 高自由度的建造系統 想必各位建築家都越越欲試了吧 不過薩爾達可不是只有蓋蓋樓梯 蓋蓋水瀑布的功能 就連生物也能夠輕鬆重現出來 當我們擊敗怪物後 就可以學習這個召喚物的模型 那這個召喚物呢 主要就是來協助玩家戰鬥 但目前看下來是有數量限制的 所以你不能一直無條件的叫一堆怪物 在預告片中 我們還能看到薩爾達拿著炸彈發射器攻擊敵人 模擬降落閃降落等稀奇古怪的東西 看看之後推出的預告片 會不會有更詳細的介紹 本作薩爾達會在今年9月26上市 距離現在只有短短三個月 還蠻快的 而這次還推出一個Switch Lite新的主機 是一個金色海拉魯的造型 我自己感覺買的人應該不會很多 畢竟明年都要出下一代新的主機了 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就分享到這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艾克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